由工人物語和文化園團隊所製作的《工人創世紀》 現在也將原本的 PC 版 針對家機平台加以改造 推出了《工人創世紀》最終版囉 玩家將扮演奧丁最小的兒子 建築之神 磊高 為了返回神之國度瓦爾哈拉 幫助維京人們發展文化和兵力 並試圖踏破瓦爾哈拉的傳送門 在遊戲中 玩家必須計算好維京戰士的人口和食物 一邊興建工作坊提供工具 或是利用伐木和踩石場提供資源 完成關卡的目標 壯大維京戰士們的軍容 一邊設法攻入山上的傳送門 只是在這裡並不像一般遊戲會自動採集補給 而是必須建立道路提供工具 安排好後勤路線才行 所以玩家不只要有足夠的資源 還必須備其搬運工和前線據點 否則不只是效率不佳 甚至前線還會有糧草不足的問題喔 在完成關卡任務之後 就可以試著攻入傳送門啦 不過它不只有敵方部隊或怪物在看守 打開門後還會有守護怪物一擁而上 隨著時間或是關卡的推進 還會出現黑矮人 甚至是更強的敵人來阻止你的腳步 至於要如何擊敗他們回到瓦爾哈拉 還是讓戰士們全輸到英寧店裡報到 那就要看你運籌為我的智慧囉